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了 发了 可以透露给谁发的吗 苏青 对于你在老酒馆里面造型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没有什么想说的 看到自己冰的样子都不像照镜子 就跟之前演的相差很大吗 相差比较大 因为我拍的现代戏比较多 反过这个是个年代戏嘛 所以说从造型上可以看出来从前期 其实是跟美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是很有意思 自己是一次新的尝试 在剧中和这么多前辈的老师演对手戏 是什么感觉 觉得是一种火花之间的碰撞 而且能够学到了很多 像保国老师海露姐 跟他们合作就会觉得很舒服 会有紧张吗 不会因为会把保国老师和海露姐 当成剧里面的角色 你觉得剧中小晴天的性格 和你本人的性格有相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没有吧 因为小晴天比较直率 但是生活当中的我呢 我可能不会说得那么直接 大家都说小晴天的嘴皮是很利索 跟网口病似的 您现场说一个网口病 白石搭白塔 白塔白石搭 你觉得关东山一姐这个称呼怎么样 关东山一姐 我的理解就是说那寿林子里面没有人 所以呢 这唯一的一 也是关东山的唯一的姐 请用一段彩虹癖来夸你的粉丝 我觉得我的粉丝都很累 因为他们在我心里跑了很多年 对一直陪伴你的粉丝有什么想说呢 无论我走到哪儿 大活动小活动 他们都会不限时不限地地陪着我 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他们 就像看到熟悉的朋友 像自己家人一样 我真的想说谢谢你们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让我不会放弃 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美 就是刚起床或者是刚洗完澡 我觉得我不照镜子的时候都挺美的 气质仙女和古鲤金冠 哪一种更符合自己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文艺气质的女生 又住着一个小孩的灵魂 最怕自己因为什么原因想要走 不真实的绯闻吧 喜欢自己长发还是短发呢 长发 如果拍戏要求你胖20斤你会 如果我真的喜欢这个角色我会做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最想点什么角色 我特别想拍一些穿制服的角色 比如说警察 比如说空姐 比如说医生 觉得他们很生动 而且值得尊敬 现在自己和刚出道的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这么多年 是我身边的环境和人在改变 而我自己依然没有改变 听过别人夸你最不靠谱的话是什么 夸我的都是真心的 日常护肤有哪些心得呢 多说三条一条 我觉得护肤的心得 首先就是把脸洗干净 不要留有残留的污垢或者是残妆 然后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 不要觉得只有夏天才防晒 冬天也一定要防晒 第三点就是皮肤呢 一定要做好补水 给粉丝推荐三本 一定要看个星期 一本书是少有人走的路 这是我从小到大 很多年会一直翻阅的书 还有一本叫工具 工具这本书呢 一本书上它是讲心理的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心理的方式方法 联想出来很多事情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本小说是叫《萝莉塔》 还有一本是《月亮与六辨识》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还有《冬夜归舞》的《白夜行》 《石油杂货铺》 我比较喜欢读这种外国经典的小说 十五 十五 吐槕一下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这个助理啊 就是我对他那么好 他常常就爱怼我 怼怼姐 不怼不欢 一天十怼 二十 模仿蓉木摸水夷 马锦涛 这种 血泥 閉思 Homer 快起来 栽 blowing 我就要把你吃了 一针一针 扎到你的心上 你的指甲里面 你的眼珠子里 27 又如果我就造句 如果我今天早点下班的话 我一定要去吃火锅 火锅比点的三样是什么 皇后 13 那就刚发信息也就轻了 然后他的演习工作里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开始 什么是规矩形式体动 然后你的模范 我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体统 嘿 然后看一下微信有没有回复 发了个问好 怎么了宝宝 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 你可以给司机打个语音 让他直接在语音当中夸你出 好 现在来 宝宝 宝宝 你咋了 你觉得我美吗 美的呀 美的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 特别的善良 对呀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魅力 对呀 我跟我自己人还那么说呢 爱妞 爱妞 我在做个采访 然后临时让我给我圈那一好友 发这么一条微信 你救了我一命 我吓我一跳 我说怎么了你这 哎呦 让我心里踏实了 不然我今天明天后天见你拍戏 我这 就要躲着我了是吗 对呀 行吧 那你录吧 明后天见了 好吧宝宝 过两天见 拜拜 拜拜 好了我成功了 你要不要叫苏青姐 叫我叫你刚才那句台词 苏青姐 你刚才 不对 她是妹妹 妹妹 你叫叫我 你有一句台词 我教给你 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体统 你干嘛 你要学我说话 对 你教给我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这句话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今天就告诉你 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体统 对面有微音乐吗 对面有一个胖胖可爱的女生 让我下不去手啊